大家好,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聊一下美国25家军火商啊,集体赴台湾这件事情 实际这个事情呢,大陆这边吵的啊,比台湾这边呢,还要火爆 实际我这两天呢,也在关注这个事情 但是台湾这边跟外媒的报道啊,相对比较少 可是大陆这边啊,有关这个话题呢,还是说的比较多 今天呢,我们把几方面的情况呢,归纳到一起 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事情 最后呢,我们一块分享一篇大陆这边的一个五毛写的稿子 我觉得他尽管这个视角不同啊 但是他介绍的呢,还是比较全面的 有些我觉得啊,两边的稿子呀,我们大家都应该看看 也算是一种互通有无吧 那么今日呢,由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前指挥官鲁德尔中将 率领的25家美国军火商访问台湾 参访台湾的火箭制造商等军工业和国防部 并将出席美台国防产业合作论坛 此外,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首度模拟中国入侵台湾 训练任务为登陆台湾协防 就是这次啊,美国组的这25家军火商过来的 那都是有明确的目的的 而且跟以前的军火商到台湾呀,是不同的 可以说这是一个美国台湾战略的一个升级 那么他这次这个动静啊,实际比较大 一下来了25家公司,里面包括了这个洛克希特马迪 雷神技术,战术空中支援公司 宇航环境公司,备翼系统,立方公司 通用原子奇异公司,等等等吧 25家公司,都是国际上响当当的军火商 这次除了军火商之外呢 还讨论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台湾呀,部署星链网络 这个也是非常厉害跟超前的 因为这次在俄欧战场上 星链起了绝对大的作用 他可以说是全方位无私脚 24小时的监视着这个俄欧战场的动态 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就是盲打,就跟盲人一样嘛 人家乌克兰这边是看着你才制定战术呢 所以现在这个仗打下来 战损比特别高 最新的报道是7比1 就是7个俄罗斯的士兵才能搞掉一个乌克兰的士兵 这个差距是巨大的 那么这次啊,这些军火商跟台湾的这个交流啊 我们就能看到,他不光是来卖武器 以前跟台湾的合作呢 就是把武器卖给你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 这些公司将在台湾呀建立生产线 有的东西呢,可能就地就要在台湾生产了 甚至像飞机的一些零部件 也可能会在台湾本土生产 因为这次俄乌战争啊,确实提供了一个范本 另外我们从实际情况来看啊 俄乌之间是接岗的 它很多陆战装备呢,还能发挥作用 但是台海发生战争以后 最起码前期呢 主要是靠空中力量给远程打击能力 这样的话对飞机,对航空炸弹 对这个火箭,甚至是远程火爆 这类的武器消耗是巨大的 我记得前几天呢,我在这个节目里头说了啊 就是台湾公布呢 他们储备的导弹呢,有五千多枚 我说我们把它说的多一点 一万多枚,那么你又能打多少天呢 按照现在俄乌这个情况 一天都是几百枚 那你一万枚实际也打不了多少天 对不对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军工产业呢 来支持它 所以我们再看啊 美国这次在25架军工企业到台湾呢 就是有这个意思 帮助台湾呢 把这套军工产业链呢 建起来 这个就很厉害了 等于说我一边消耗 我一边在生产嘛 就不用现在像乌克兰一样 自己没有办法生产 都要等到别人来援助 这个过程就没法衔接嘛 这个生产计划也不好做嘛 对不对 成本也高昂嘛 但是如果这些5G装备在台湾生产呢 这个就大大的不一样了呀 所以这个动作我们要看到 跟以前的合作呢 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往前迈进了一步 可能再往下搞呢 一些5G弹药的生产线 它就会放在台湾 台湾的这种国防军工能力啊 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吧 另外这次传出的消息呢 还有就是美国跟日本 韩国呀 这个沟通了以后呢 可能会把日韩那些弹药呢 放到台湾 在台湾呢 建立一个军火库 这个计划也很厉害 就是进一步呢 补充这个台湾的弹药吧 就是中共那边说的嘛 美国下了决心呀 要把台湾武装成一个豪猪嘛 就是浑身都是刺 所以这个东西呀 对5毛粉红战狼呀 也是非常刺激的 他们就在网上高喊呀 赶快去统一台湾吧 现在不动手 等美国把台湾武装起来了 就统一不回来了 确实他们替老共操心 那么后面我们分享一篇 5毛写的稿子啊 他的这个题目是 美军火箱集体赴台之际 台当局正式通过条例 要对大陆军舰开火 实际他里面讲这些东西啊 我们在头几个月的节目呢 都讲过 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 他很多国防策略呢 一旦上了这个立法院以后 他就跟美国一样嘛 他要把它形成一个法案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们觉得他都是正常的 既然头几个月已经提出来的 那么他走完这个程序 成有不成 人家台湾对外公布呢 这都是正常的 但是这样的公布呢 对5毛粉红啊 就是非常的刺激 他们习惯了伟大领袖一挥手 然后全国人民跟党走 他们习惯了这一套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啊 一些民主国家正常的 法律法规通过了之后呢 5毛粉红呢 都表现得比较激动 那么这篇稿子 他首先就是这样说的啊 台湾三毒通过了 海岸巡防机关器械使用条例 部分条文修正案 将改变不打第一枪的原则 威胁要对大陆军舰开火 法案通过之际 正值美军火箱集体复台 背后有何深意 人家还提出了疑问 实际有关第一枪的问题啊 这个在几个月前啊 这个邱国际实际已经提出来过 据台湾媒体报道 5月2日台湾所谓立法院 三毒通过了海岸巡防机关器械使用条例 部分条文修正案 该法案第二条明确规定 台湾海巡署在动用枪击之前 可不用示警 直接开火 而且海委会海巡署署长 在合理判断下 在必要限度内 可以用炮火攻击 你看这个法案通过以后 确实对大陆的五毛粉红啊 非常非常刺激 他们以前觉得在两岸的这个对抗中啊 台湾只有应付之力 根本不敢主动提出对抗 结果人家把开第一枪呢 写到法案里头了 前几个月邱国际讲这个话的时候 很多人都以为啊 是台湾在说大话 没想到现在人家这个法案通过了 那么将来你再进入台湾的这个12海里啊 人家前线的部队啊 可能就有随机处置权了 有可能就对你开了第一枪 所以中共啊 你要当心 这个第一枪开了以后 你怎么办 这是你面临的问题啊 需要指出的是 这份海岸巡防机关器械使用条例 此前已经有20多年没有修订 但是台湾当局在今年3月30日 却突然通过修正草案 并在4月20日完成初审 短短两周内便完成三读 进展十分迅速 背后释放的信号非同寻常 我们回顾台湾当局的表态 恰好就在今年3月初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任曾公开警告大陆 宣称台湾不会一直容忍大陆的军机军舰巡弹 今后大陆舰机一旦越过了台湾岛12海里所谓的领空领海 台军就会抠动班机果断开火 而就是在当月底海岸巡防机关器械使用条例修正草案得以通过 显然台湾当局是预模已久 其目的就是要改变不打第一枪的原则 率先对大陆开火 那么这段这个作者 还确实把台湾的这个情况 了解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只不过他讲话的这个视角不同 口吻有所不同 但是这个我们大家也无所谓了 我们也把它当作一个参考资料来看吧 为什么台湾当局突然显得底气十足 甚至推出颇有挑衅意味的方案呢 同样是在三月份 邱国阵韩对外披露了一个关键信息 那就是当时台湾当局正在与美国政府进行磋商 讨论将韩日飞三国美军基地弹药 转移到台湾岛的问题 同时台媒还爆出 美国打算在岛内修建弹药基地 而就在海岸巡防机关器械使用条例 三读通过的当天 正值美国25家军火商 抱团窜台之际 他这里头的意思就是 台湾敢这样做呀 完全是由美国在后面撑腰 据中国台湾网报道 本次窜台的包括洛克希德马丁 雷神科技 内华达山脉等多家美国国防承包商 其中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科技 已被中方列入不可靠实体公司清单 还被中国商务部开出多达900多亿的罚单 但是这两家军火商不禁拒绝缴难罚款 反而妄图进一步加大对台军事 这个事情就是个笑话 就是前一段时间 江户部处罚了这两个公司 所以当时大家都说呀 这个商务部开出的罚单 咱俩去执行呢 你到美国去收缴吗 对不对 所以人们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然后报道中还提到 美国军火商此行到台湾 就是要与台湾当局合作生产事宜 也就是说美国不禁要在台湾岛设立弹药库 还可能直接创建军火生产线 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这个他也看到了这次问题的严重性 就是美国这次主谈到台湾去啊 不是去简单的卖军火 而是想在美国建生产线 甚至可以说是去扶持台湾的军工产业 所以五毛粉红还是挺担心的 他害怕一旦把台湾武装成功了 这个所谓的武统台湾将再没有可能实现了 然后他最后说呀 在过去一周大陆的无人机两度绕台巡航 除了威慑台独分子外 很有可能也是要搜集相关的情报 一旦美国在岛内设置戴药库 那么大陆必须在第一时间锁定其位置予以摧毁 这个完全是吃人说梦 这等于说是又画了一条红线嘛 中共对台海问题 你想想画了多少红线 就像我们戏称的 蔡英文到美国踩的那个地毯呀 就是拿中共的红线编织出来的 那么最近一个美台之间的消息呢 实际也挺商务毛粉红的感情的 就是美国派了两百名军人呢 到台湾去训练台湾的部队 这个确实让五毛粉红啊 从感情上都不能接受 以前说是军机落台 就是武统之时 最后又说呢 军舰靠台 也是武统之时 最后又说呢 美军到台湾之时呢 也是武统之时 去年的时候呢 去了几十个人 然后五毛粉红又说呢 去的太少了 不值得武统 那么这次来了两百个人 中共还是没有动静 所以五毛粉红呀 都有一点阴暗深恨了 觉得这个中共呀 怎么成了一个扶不上墙的悉尼呢 对不对 说了那么多大话 不敢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就像五毛粉红的呐喊一样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吗 怎么能允许美国的士兵下去呢 既然去了 你怎么不打呢 所以现在呢 美国的二十五架军火商 集体到台湾去以后啊 五毛粉红又发出了绝望的呐喊 赶快去统一吧 要不然再没有机会了 好吧 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吧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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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